里面就置于红炭 取暖用的 屋子太冷 就靠这一个手炉取暖 这是什么时候的呢 反正是古代的 一会再说 我们天气越来越冷 我先给你背一段 节气歌 叫春雨精春清古天 夏满芒夏暑香连 秋出露秋寒霜降 冬雪雪冬小大寒 你说这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也会背 我告诉你下面还有一段 下面叫上半年来621 下半年来823 若是节气有变化 顶多相差一两天 你看年轻时候背的 到这岁数还背的很溜 这东西有用没用呢 特有用 很多时候我一说 哎呀这什么节气要到了 什么时候 人都说你怎么知道 就因为我会背这节气歌 这东西很实用 你要是年轻 你就趁着年轻 赶紧把他背下来 然后隔一段时间嘟弄一遍 隔一段时间嘟弄一遍 你就很快就记住他了 春雨精春清古天 说的是春天 夏满芒夏暑香连 说的是夏天 秋出露秋寒霜降 说的秋天 冬雪雪冬小大寒冬天 24节气呢 是中国人很细腻的表达 东西方对这个 这个季后啊 感受不一样 西方人粗 就四个季节 叫春夏秋冬 我们呢 把它划分成24个变化 就叫节气 节嘛就是节点 气呢是气候 所以你看啊 中国人换衣服 天衣简衣啊 都特勤 外国人就迟钝 为什么呢 因为它就四个季的变化 春夏秋冬 到秋天了 甭管多冷 说这反正还没入冬呢 所以不换衣服 冻得也哆嗦 外国人尽管比我们 炕点冻 但是也哆嗦 所以外国人 对温度的感觉 是粗线条的 我们是细线条的 那为什么我们 这么注重节气呢 是因为这个节气 对农业呢 非常重要 我们是个农耕民族啊 那过去的话说 就是看天吃饭 就是天给你下雨 天给你刮风 天上给你掉什么 就是掉粮食 人家说天上下雨 就是下钱呢 那么我们每个季啊 就是每个季节 有三个月 每个月里有两个节气啊 那么春天呢 你比如春天啊 春天这仨月叫什么呢 叫梦种季 梦春 种春 季春 你看古人写信 往往写比如 丙申年梦春 那就是丙申年春天的 第一个月 过去古代人啊 兄弟排行呢 叫博仲书记 博仲书记呢 你听 仲泥 不用问 排二 所以孔夫子排二 你听这个博仪 这个你不用提 不用听 排老大 那么 表示季节 梦仲记 我们今天生活中很少用 偶尔想想听听诗歌中有 你像这个孟娇的游子吟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灰 这三春 这三春一般说是三年 有人认为就是春天仨月 其实是可能说的是三年 你比如李白还有诗 李白说呢 一教一回长一段 三春三月一三八 这三春那就是春天的最后一个月 就春晚春了 我们今天的人啊 不说这词 也不关心这词 叫雾后 古人特别关心这雾后 为什么 它是通过雾的变化 感觉气候对应的变化 这个雾后的后项呢 是包括了所有的生物 你比如植物 春天的发芽啊 开花啊 破土啊 动物呢 史镇啊 史明啊 交配啊 千玺啊 这些都是雾后景象 你比如大雁南来北往的 都是雾后景象 那么还有非生物的是什么呢 比如是上洞了 解洞了 出石打雷啊 等等 这些都属于这个非生物的变化 那么古人认为啊 这一年中有七十二后 五天一后 一年三百六十天 五天一后 那么三后呢 就为一节 就是一个节气 那么两节呢 就是一个月 那就六节呢 就为一节啊 这很容易算 今天啊 年轻人对季节感受啊 真的是不是特强烈啊 所以一看 尤其春秋两季乱穿衣啊 比如你秋天还死扛着呢 然后你妈老让你穿衣服 这就是流行的那句话 就是有一种冷是你妈觉得你冷啊 你老不穿吗 你妈觉得冷 过去有一句老话叫春舞秋冻 春天得捂着点 多热了都少脱 为什么脱极了容易感冒 秋天冻着点呢 是增强你耐寒的能力啊 我们你看看 我们的邻国日本 那天我看到一个 关于怎么让孩子抗冻呢 的这个小知识 就是说你一定把他的腹部保温保住了 就是穿一个棉被心 四肢不怕动 越动越健康 所以我们现在孩子就缺乏去动一动啊 那么古人对物后为什么敏感呢 是因为没有现代化的设施补充 我们今天有现代化的设施补充 是什么呢 空调 暖气 是吧 屋子又盖得很舒服 过去屋里屋外是一个温度嘛 你比如啊 唐代这个诗人杜沈言有一句诗啊 这诗呢 这个很有名 它叫独有患游人 偏惊物后心 你看这句话上来就说 这个物后心 他说偏惊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很在意 很注重物后的变化 每一次变化他都看得见 为什么独有患游人 什么叫患游人呢 就是出去做官的 中国古代啊 对于官员的规定特别严格 比今天严格的多得多 中国古代很多时候 官员出去为官 离开家乡出去为官 就防止有裙带关系 还不允许你带家属 你想想你独自一个人到外地为官 你对那个地方的物后就非常在意 所以他叫独有患游人 偏惊物后心 那么他对物后的这种很细致的感受呢 他是表达他自己的一种思念 我们这种节气的变化 我们要注意啊 有很多人说这节气不准 说为什么不准呢 说我们那跟这怎么老不吻合 我们国家太大 我告诉你节气变化 以黄河流域为准 小节气基本上都是以这个地方为准 你不能拿着别地说 你不如你在北京 你说这立春了 怎么还这么冷啊 那黄河流域 你比如河南商丘地区 它已经就变得很暖和了 那么春天呢 植物发芽 我们都说大这个大节气都很清晰 就是一到立春 立下立秋立冬 大节气都很清晰 那么春天啊 一来植物怎么着 发芽 植物发芽很有意思 你知道过去人对植物发芽这事 比我们今天关心 他关心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好多的植物嫩的时候可以吃 我小时候吃过很多东西啊 我告诉你吃过什么 鱼茄 鱼茄是鱼树啊 春天长出来的那种圆形的啊 很甜 摘下来能直接吃 我曾经一次吃这么大一大包 全都吃了 很好吃 今天不敢吃 今天那鱼树那鱼茄上面太脏 过去那个都很干净 鱼茄 植物还有可以直接入口的有什么呢 有槐花 槐花一嘟了一嘟了 北方到处都有那个槐树啊 它开花的时候满树 泛白 那个槐花是甜的 吃起来非常好吃 回来还可以跟玉米面 和在一起去蒸饼子 还有什么能吃呢 我告诉你 柳叶 柳树 刚开始发芽 很多人不知道 柳树 刚开始发芽的时候 你拿热水焯一下 然后把那个苦腥味去了以后 可以凉拌 那可以吃 柳叶本身就可以入药 能够消炎利尿 那现在都不敢吃 为什么现在这植物 尤其城市附近的植物 都太脏上头 污染太严重 过去一到春天 把野菜吧 鸡菜吧 吃鸡菜馅包子 如果里头搁点肉丁 就已经香得不得了了 夏天来了干什么呢 我们那时候夏天来了 很重要的一个事就是 游野游 今天都不让游 到处都插着 试水就不让游 我今天觉得 好像自然水域 没有什么地儿能让游 除了海滩上 有些海滩 海水浴场还可以 剩下城市里的 这个湖泊都不让游了 我们小时候都能游 你像北京 特别著名的八一湖 很多有名的人谈恋爱 带着女朋友 就是在那儿谈的 就是在那儿成的 对吧 我们都游泳 那水多脏都不嫌脏 为什么那水 真的说句实在话 就是浑不脏 今天的水是假干净 你不是今天 你去游泳池 那游泳池水 倒是清澈见底 你知道 那游泳池 管水的人跟我说过 早晨和晚上 这水池子里 含氨量是不一样的 什么是氨呢 就是你尿出来那东西 就是寒氨 所以那个游泳池 看着貌似干净 其实一点都不干净 那么过去夏天 这个一到晚上 城市一景 叫城市的纳凉 人都从家里出来了 过去住房也小 屋里也没有空调 都在大街上纳凉聊天 特瓜子 铺一凉行 有时候小孩睡着 这爷爷奶奶 还拿大铺上给扇着 尤其八十年代 我记得很清楚 八十年代 那几个火炉的城市 你比如这个杭州啊 武汉啊 那一到晚上 满街桶子 全是人 秋天 丽丘啊 北京非常明显 北京只要到了 丽丘的日子 白月7号 只要到那天 这风刮过来 就不黏了 在这之前的风 是黏的 这感觉很奇怪 就瞬间 就变得非常干燥 所以北京的秋天呢 就经常入文人的笔下 一比如老舍写过 北平的秋啊 是吧 北平的秋啊 这个写得非常的好 说天是那么的高 那么的蓝 那么的亮啊 怎么样怎么样 有什么都是好吃的 是吧 然后他就说 北平之秋 就是人间的天堂啊 然后说 也许比天堂更繁荣一点呢 现在有人 就依着老舍的这话 继续说啊 说现在北平的秋呢 全是雾霾啊 说那个 说这个 说不是天堂 也是天堂啊 那么 我们小时候啊 这个城市的生态 尽管我从小的时候 北京这所城市长大 但是城市生态非常好 为什么生态好呢 是我们 看得见各种各样的 昆虫 夏天一下完雨 连胡同里都是蜻蜓 低飞 漂亮极了 上学的路上 蝴蝶是每天可以看到的景象 最多的就是一种白蝴蝶 然后偶尔能看到黄蝴蝶 非常罕见的是那种大花蝴蝶 我们一看到大花蝴蝶就追啊 想办法逮住它啊 我们逮住过无数个大花蝴蝶 也不知道是什么蝴蝶 就特别漂亮 那么下雨以后啊 这个操场上啊 到处爬出来都是蚯蚓 打蚯蚓特长 现在看不见 蚯蚓很长 还有就是树林子底下 那个鸡鸟猴 全爬出来了啊 一打雷一下雨 然后去抓紧 拿着电筒去抓紧 有人还回来炸着吃 我是没怎么吃过 我不知道那玩意好吃不好吃 然后我抓回来以后呢 把它搁在砂窗上 然后看着它蜕变 一点一点变成一个鸡鸟 他说小时候的乐趣 我小时候特别不理解啊 就是当时看到美国人 有人离开城市到乡下去生活 不愿意有这种城市的生活 愿意享受乡村的安宁 但是不理解说 电也没有 水也没有 什么都很自然的状态 但我们现在特别能理解 能理解人间那种生活 我有时候都想逃离城市这种生活 尤其当它雾霾满天的时候 当这个城市它推开窗户 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 当你在路上觉得昏暗的像地狱的时候 你都愿意离开这个城市 那么过去我们小说啊 冬天是比较难熬的 为什么呢 很简单 我们穿什么呢 棉衣棉裤 棉鞋棉帽 一身棉花 还得穿上一大棉猴出去 弄得跟个包子似的 我记得小时候经常 手脚都被裹在里头 暖和归暖和 但是特别不灵便 所以当有羽绒服的时候 觉得羽绒服这东西好 又轻又暖和 跟个大包子似的 还显得很神奇 今天羽绒服都做得很薄了吧 你仔细想 二十年前的羽绒服 个个都跟气球吹的似的 现在为什么人不怎么觉得冷了呢 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吃得好 吃得好就不冷 你不信你吃那羊肉 你吃多了 燥热 第二呢 是整个城市的热导效应 你看我们博物馆在城市边上 它就比城里头 这个低好几度 城里头就温度就高 你从那个汽车结霜的情况 就能看得清清楚楚 再有呢 确实现在赶上这个暖冬 冬天没有过去那么多 过去北京的极限温度 零下二十三十度都是有的 我记得好像有零下二十七八度的 我们小时候 白天高温到零下个十度八度都很正常 现在一般情况下 最低也就零下十度八度 白天经常能攀上零度以上 那么再加上呢 我们今天在城市里随时可以进入温暖地带 比如你去坐车 车里有暖气 你去进入地铁 地铁的也是暖和的 你实在不行 你随便就进入了一家商店 进入了一个写字大楼 你都可以取得 这个取暖 缓过来再走 过去不行 过去你人人早上出去 晚上再进屋就回家了 中间你去后面有什么地儿 为什么呢 人家小店都是小商小店 你进去就俩人 人家就是一卖一瓜子一买卖 你在里头取暖 你等于挡人家买卖 过去这种公共空间 大公共空间很少 那北京真正大的就是一个百货大楼 那百货大楼在过去觉得大的不得了 你今天再去到这个现代化的购物中心 你看那个百货大楼显得并不大 那么我们说这个春夏秋冬 这个春夏秋冬 雾后非常清晰 那么它跟节气都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有文化特征的节气 最典型的就是清明 既是一个节气 又是一个节日 清明还要放一天假 扫墓踏青 它源于寒时节和上次节 我们都讲过 寒时节就导致后来扫墓的这个风俗 当时是为了纪念这个春秋时期的戒子推 当然蜀地的百姓都说是祭祀诸葛亮 把它作为节日 把清明作为节日 是唐代唐玄宗的时候 唐明皇时期朝廷就与政令 就开始把清明就作为了一个节日 因为寒时节和清明都挨着 所以他就放假 那时候唐宋的时候那假放的长 一放放七天 宋朝放少点 减了三天 我们现在给减成一天 一天也不错了 还放一天 我小时候连假都不放 这天不放假 因为春天来了 我们现在对传统文化又开始恢复 所以对于扫墓这事 尤其给祖上扫墓越来越重视 过去有一段时间都不怎么重视了 所以二节合一 清明和寒时节合一 就是我们把这个祭祀文化 又往前推动一下 那么大节日中 我们在节期中的大节日 还有一个今天 好像不是太重视 就是冬至 今天冬至就剩下一事 叫什么呢 叫吃饺子 所有人到这天都告诉你 吃饺子不吃饺子 怎么着呢 动耳朵 耳朵能动掉 那么我们早期啊 就是先秦 或者是到了就周秦时代吧 就是这时候呢 冬天十一月呢 它就开始是正月了 以冬至呢 为岁首 过新年 这是我们早期的 现在听起来有点怪 为什么冬至为正月呢 就因为冬至这时候 大家都闲着 能干点闲事 古人认为呢 从冬至这一天起 这个天地阳气呢 就开始呢 建强了 我们要记住 立冬和冬至之间 是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冬至不是冬天到来的意思 是冬天最冷的时候 到了最冷 就肯定 这个圣极必衰 就开始由最冷 变成逐渐的转暖 它代表了下一个循环的开始 所以古人认为 冬至这天是大吉之日 我们知道 这个冬至这天呢 是白天最短的一天 过了冬至这天 白天就一天一天加长了 我们这个习俗啊 逐渐的演化 演化到后来以后 就把春节呢 就变为了这个祭祖啊 家庭聚会啊 等习俗 就把冬至呢 就往前推了 所以叫小年 我们今天有时候说 小年是蜡月23 过去是以冬至开始 这天就开始过年了 我们冬至还有一个特征 就是冬至这天开始数九 我们每年是9981天 那就是春天彻底来了 过去有99歌 是1929伸不出手 这个3949冰上走 5969隔阂看柳 79合开 89燕来 99加19 耕牛遍地走 大概是这么一个 这个顺口六啊 那么冬至啊 作为节日呢 是到了汉武帝时期 实行下历以后呢 才把正月和冬至 彻底的分开 所以呢 冬至今天 依然可以算一个节日啊 我们希望未来的日子里 冬至这一天 变成一个非常喜庆的节日 你们想想 冬至这一天 大约都是在 12月21 22号这天 那么这个离春节 最近还得有一个月 甚至一个半月 那么你想想 提前过一个年 多好的一事 所以我们希望有一天 我们真的把冬至这一天 当个小节过过 我们到了唐宋时期呢 冬至是祭天 这个祭祖的这个日子 皇帝在这一天 都要到郊外 搞祭天大典啊 你知道我们有天坛 就是要祭天用的 老百姓在这一天 要向父母尊长呢 去祭拜 到了明清两代 皇帝 到冬至这一天 均有祭天大典 为之 冬至焦天 那么宫内呢 有百官向皇上呢 成帝贺表的仪式 这个仪式非常隆重啊 表示这个新的一年 即将开始 就跟元旦一样 元旦这个概念 过去就是指春节 我们讲过 我们今天说的1月1号 公历的1月1号 元旦是挪用的 这个新年是外国的 过去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么物后特征 特别明显的节气 有什么呢 夏至 我们刚才讲了 夏至 至就是到了极处了 就夏天到了最热的时候了 所以我们说夏满蒙夏 鼠相连 到了最热的时候 小鼠大鼠 就一块就来了 那么冬至呢 是指中藏之气 也是到了最极端了 你比如说看《红楼梦》的时候 《红楼梦》呢 有个冷香丸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第七回啊 周瑞家的 与薛宝柴的对话 说什么呢 不用这方还好 若用了这方呢 真的把人琐碎死 什么意思 就是这事 忒麻烦啊 说一大堆东西凑在一起 要用春天开的啊 你听着 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呢 十二两 夏天开的白荷花花蕊 十二两 秋天开的白芙蓉 那白芙蓉 是不是就是白菊花啊 花蕊十二两 冬天白梅花蕊十二两 我觉得头十二两 都还好办 到冬天那白梅花 找十二两 我估计难为人 将这四样花蕊 于次年 还得第二年 春分这天晒干 在这个 合在药末里 一起延好了以后呢 要用雨水 这天的雨水 十二千 雨水那天要不下雨 你就急死你啊 说呦 这么说来 这事得三千功夫 《红楼梦》是这样描写的 说倘若这雨雨水日不下雨呢 说怎么处理呢 薛宝柴就笑了 所以说这里说巧嘛 说如果没雨呢 那只好再等 等到什么时候 白露这天呢 露水十二千 这这露水 从哪弄十二千 我都闹不明白 双降这日呢 双得十二千 然后呢 小雪这日 小雪这雪得十二千 然后把这四样水调匀了 这个喝了药 再加上十二千蜂蜜 十二千白糖 丸了龙眼大的丸子 这么大个儿 装在旧瓷坛内 还得搁一古董里头 埋在花底下 发病的时候拿一个 用十二分黄白糖 煎了浮下 我告诉你 这病就越来越重了 这太折腾人了 《红楼梦》啊 这酸劲就酸在这儿 你看为什么那么多人研究红楼梦呢 他很多人就钻在这里 曹雪芊真的是一个高手 你看他写这一冷香丸啊 就能把人折腾死 我不知道当时他写的时候 是不是特得意啊 写的时候你看这个程序 我相信没这药 这是一个文学异想的药 如果有红学家 非得说有这冷香丸啊 还能治病 那这红学家 还就真是个红学家 节气本来是我们一个农耕民族 为农业生产 画出来的一个物像表 这个物像表呢 它逐渐融进了很多文化内容 你比如说它的从定名开始 就是这样 你比如说小鼠大鼠 小雪大雪 它就非常的文学化 对吧 你比如这个白露 寒露它有什么区别呢 那寒露肯定比白露更冷一些 白露是颜色的感觉 寒露呢是身体的感觉 我们24个节气 非常有价值 每一个节气都代表自己的一个准确含义 只不过我们生活中 每天美的就让它在你身边滑落了 你不觉得 你一年24个节气 每半个月就过去一个 你现在记得比较清楚的是节日 什么节日呢 除了清明不算 你先记忆元宵节吧 你记忆端午节吧 你记忆中秋节吧 你记忆重阳节吧 这些都是节日并不是节气 节气 节这个意思很有意思 我们今天说过节就是节点 节气是每一个气候的节点 这个节点呢 包含了很多农业的含义 那我们今天城镇化了 大部分人都跟农民没关 或者说你就是个农民 你也不种地了 你那地都不是你自个儿种的 所以你对节气的感受并不强烈 我早年在农村的时候 对节气的感受还是比较强烈的 因为农民老说呀 说一看说这个白路了 该收了 什么叫该收了呢 就什么事都干不成了 天凉了 一到历春就说哎呀就得准备了 准备什么呢 准备播种 农民的原话是说 你物地一时地物你一年 什么意思 就是你在播种当中 如果你耽误了这个时辰 比如你该播种 你没有播种 你就耽误几天 这个地一年 这庄税都长不好 或者你种的东西都长不成样 你就影响你的收成 所以农民对这个气候的感觉 非常的准 我们今天呢 因为不是太明白 我们就是按这个机械的按照节气 往前推进 每天的日子就是这么过 但过去的没有公立这个概念 我们今天公立概念给你是什么概念 第一有休息日 一到周六周日你就休息了 第二有节假日 一到节假日你就不上班了 这叫概念 过去的古人没这个 尤其农民 没这个概念 我从春天立春开始 我就开始干活了 一直到冬至哪天才能休息 只有冬天真正意义的休息 过一个节 平时都在劳动 没有休息 我在农村的时候就不知道什么叫星期天 因为农民就没有星期天 你哪来的星期天呢 所以你今天想起来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尤其直根于我们自己的农业文化 我们的农耕文化 产生了24节气 把我们这么丰富的一年 切成了24等分 我们还说过 一个节气里有三个后项 五日唯一后 我们三五一是五 那么如果你非常敏感 当然今天你可能对这事觉得太矫情 72后过去古人全能分辨出来 我通过这72后 把一年的时间 很好的计划出来 然后为自己去生产 所以日子就过得好 在农业的社会中 我们是全球过得最好的民族 是吧 我们在中古时代 汉以后 明清以前 这段时间 我们在全世界的生活都是高等级的 欧洲长时间都处于 这个中世纪的黑暗 那在这些方面远不如我们 当然我们知道 古埃及地区 当时的农业比我们发达 可那是比较远古的时期 就是这个中古时代 就是我们说的 从秦始皇到爱新坚落家族 这一段时间中 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好 源于什么呢 就源于我们是个农耕民族 源于我们农耕民族 在这个基础上 生发出来的这些农业文明 这些农业文明 当然包括这24节气 今天这24节气呢 就是在城市中 已经逐渐的变成了 一个一个小小的生活状态 那我们今天跟我们的 农业形成的节气 有什么关系呢 大多数是文化关系 比如一到新节气到来的时候 马上就有人发微信 什么大学有大学的笑话 小学有小学的笑话 这个立东了告诉你吃饺子 这个等等 那么这种现代化的网络 把我们传统的24节气 不停的提示给你的时候呢 我们也有这种启发 比如我们今年就出一本书 叫官府猫与节日 中国的传统节日 以及外国流行到中国的节日 明年就会出一本书 叫官府猫与节气 有24幅大图 就把这个中国传统的 这个节气通过猫的嘴 向大家介绍 这里就包含了各种 关于节气的知识 你们不要以为 这个节气对你现代化的 城市生活不重要 它非常重要 为什么重要呢 是因为它有文化的内容 在学校的 在学校的 你们不要以为 기据 你怎么识 因为 师个来